歡迎光臨公視 做好更多視 大家好 我是小斌 大家好 我是湘涵 再次回到2020公視 歲末電視募款的現場了 湘涵 你今年有看金曲獎嗎 有啊 我覺得特別是許富凱的那個 開場演唱非常撼動人心 他也常常參加我們公共電視的 音樂節目的錄製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邀請他 來到現場跟大家共襄盛舉 來 歡迎許富凱 歡迎富凱 歡迎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許富凱 全團體公視 做好更多視 富凱剛剛發了新專題 對不對 聽說你今年還演出了歌子戲 沒錯 表現非常地亮眼 謝謝 而且我們都知道公共電視 除了戲劇節目很厲害之外 我們的音樂類型的節目 像音樂萬萬歲 也都是非常高規格製作的 來分享一下你心目當中的音樂萬萬歲 音樂萬萬歲我特別要講一下 它真的是個非常優質的音樂節目 然後呢 主要是這一些團隊 都是演唱會等級的團隊 比如說樂手老師 還有舞台設計 那這些老師他們非常用心 就是每一次的編曲都會不太一樣 然後讓他全新的感覺 給大家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覺得每次來音樂萬萬歲 回去我都覺得我自己功力 提升了很多 是種享受對不對 享受 那這麼享受的節目 有沒有給你什麼印象深刻的經驗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有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像 二姐將會致敬 跟小哥 菲玉清致敬的主題 那我們學唱歌的人都知道 這兩位天王天后 對我們唱歌的人來講都是偶像 對 天王天后 所以那一次 我在這個音樂萬歲裡面也唱了 我從來沒有在電視上演唱過的歌 所以壓力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個主題就講到 父親 親情 大家都知道 講媽媽的歌 講到媽媽都非常的多 但講到爸爸就比較小 很顛遠 對 所以我那時候在電視上 也演唱了 爸爸親情刷這一首歌 跟爸爸表達我對他的愛 因為我跟爸爸 就是屬於那種 話比較小的父子 他都用歌聲傳達情感 是最棒的一件事 對不對 我想2020 對許多人來講 是比較辛苦的一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正好既然富凱來到現場 我們就請富凱用他 溫暖 嘹亮的歌聲 然後送一點點溫暖的祝福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好不好 好啊 剛好呢 我這張詩歌專輯裡頭 有翻唱二節的 祝福這一首歌 那我就來現唱一下 好 好 祝福你冰冰安安 思思恍恍順順著你的心 愛你的人 點心味 照顧你 祝福我冰冰 淨淨淨淨 其人點在 唱好的湯秘 愛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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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笑 有被溫暖到嘛對不對 相信這個富凱溫暖的 祝福的歌聲中呢 大家未來一定會萬事安好哦 好 那希望大家跟著我們一起來 千萬挺高市 做好更高市